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给自己更大的挑战 选择主动跳出舒适圈 有了转会的意向 郭艾伦的经济团队没有透露其最终去向 同时 郭艾伦也通过经济团队对这些年辽宁队的培养 辽宁球迷对自己的支持和厚爱表达感谢 他表示 自己选择离开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有更好的发展 从2010到2022 为辽宁南篮效力整整12年间 郭艾伦从青涩稚嫩的小将成长为球队独当一面的头牌 没有人会怀疑郭艾伦对辽兰的感情 1993年 郭艾伦出生于辽宁的一个体育世家 他的父亲郭宏早年也是篮球好手 虽然并没有跟自己的弟弟郭世强一样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 却也是单位篮球队的主力球员 因此在郭艾伦的童年时代 就被郭艾伦的父亲和国手二叔培养起打篮球的兴趣 自己的勤奋努力 加上老叔郭世强的清传身教 郭艾伦快速成长 年仅15岁就入选国庆队 成为了队中最年轻的一员 2009年 郭艾伦随中国青年男篮 在亚洲青年锦标赛上获得冠军 2010年 又在U17世界青年篮球锦标赛荣因得分王 这样的表现也让全国球迷逐渐知道了郭艾伦这个名字 也在这一年 17岁的郭艾伦进入了国家队一线队进行训练 并且进入了土耳其市井赛的大名单 这在当时可谓是爆炸性的新闻 17岁小将入选国家队 很多球迷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同时也把郭艾伦看作是中国男篮的未来之心 2010年 从国家队回到辽宁男篮的郭艾伦 开始了自己的CBA生涯 新秀赛季郭艾伦控出场31次 其中还有12场担任首发 场均出场25.5分钟 得到10.3分 2.4个篮板和3.1次助攻 数据虽然还不错 但是他莽撞稚嫩的横冲直撞 势必无法在团队篮球中走得更远 郭艾伦为此没少被教练和老叔骂 第二个赛季郭艾伦的出场时间减少 20.8分钟 只能得到8.6分 二个篮板和3.2次助攻 辽宁战绩也不佳 连续两年无缘季后赛 13赛季 三年级的郭艾伦 因为球队核心张庆鹏的离队 被扶正为首发空位 不过他没有辜负球队的信任和期待 首次季后赛 尽管辽宁以1比3落败新疆 但面对师哥张庆鹏 郭艾伦在四场比赛里 场均砍下了18.4分 可正在掌球期间的郭艾伦 却意外地遭遇了伤病 14赛季 遭遇手骨骨折只打了6场比赛 但是伤愈之后郭艾伦仍然是球队的核心 那几年因为郭艾伦 韩德军和赵基伟等年轻一代的成长 辽宁逐渐尝试到了总决赛的味道 16赛季已经是他们连续第二年杀进总决赛 22岁的郭艾伦已经经过了市井赛 奥运会 总决赛的洗礼 球风也变得更加成熟 同时他对于篮球的理解也逐渐增加 这个时候他明白 光靠突破是没有用的 不仅要增加自己进攻的手段 还要多给队友创造机会 但上一次在总决赛杀鱼而归 错失冠军 让急于证明自己的郭艾伦显得很毛躁 16赛季总决赛迎战拥有三外援的四川队 双方场外争议平平 这也导致辽宁球员的心态失衡 最终在四川面前败下阵来 再一次错失总冠军 赛后 郭艾伦等球员还因为不当言论被处以竞赛的处罚 这一次的实力让郭艾伦非常崩溃 在丢冠的那天晚上 他哭得非常凶 2016年的礼约是郭艾伦第二次参加奥运会 在这次奥运会上 郭艾伦场均出场25.2分钟 得到17分 3.2篮板和3.4助攻 虽然国家队输球 但是他的表现足够出色 从这时候开始 郭艾伦也被誉为亚洲第一空位 奥运会的实力让郭艾伦知道了自己和顶级空位的差距 从此也不断磨练自己 并且在这几年间多次前往美国进行特训 2018年 郭艾伦的努力迎来了收获 在这一年的总决赛中 郭艾伦率领的辽宁面对的是当时不可一世的广沙 郭艾伦爆发了 四场比赛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 以4比0的比分横扫广沙 在自己的第三次总决赛之旅中笑到了最后 这也是辽宁队史上第一座总冠军奖杯 尽管哈德森是球队最重要的得分点 但郭艾伦在球场上的作用显然是本土球员里最重要的 我们是第一 我们是第一 夺冠对于郭艾伦来说是很深的执念 他对着镜头不断重复着 或许球队的胜利才是最大的胜利 所以说的总是我们 赛后 郭艾伦回到休息时第一时间做的事情就是喝香槟 而且喝得非常专注也很有饭 甚至在赛后发布会上宣布我喝醉了 本赛季辽宁再次夺冠 可郭艾伦面对采访时却显得异常平静 甚至直言 这次的香槟味道不好太刺了 谈到整个赛季 郭艾伦表示 我就是做我的工作打篮球 战胜自我的感觉是难能可贵的 对辽宁篮球问心无愧 谈到夺冠的感受 郭艾伦表示 不太喜悦吧 没有那么多感性的东西 总冠军就是分享给辽宁球迷吧 给球迷一个很好的交代 很多人从郭艾伦赛后的言谈举止看出他很不兴奋 甚至有些不开心 这是一个很反常的表现 而第二天 当CBA官方发布辽宁所有成员夺冠担任写真照时 在球员 教练中唯独缺少了郭艾伦 如此有纪念意义的照片竟然缺少球队的绝对核心 这件事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尽管辽宁的官方回应是 因为要赶航班时间太紧 所以郭艾伦缺席 但这个解释显然难以扶重 难免让人浮想连篇 一时间 郭艾伦在辽宁不顺心 与教练队友有矛盾的言论开始多了起来 郭艾伦是一个很情绪化的球员 他接受采访时曾说过 自己是一个比较高冷的人 平时和教练队友的话语不多 本次夺冠之后的种种迹象的确能够反映出 他的心情真的不是太好 实际上 自从郭世强离开辽宁 杨明成为主教练之后 郭艾伦在辽宁的地位就发生了变化 杨明战术体系的改变 让赵继伟的地位不断上升 郭艾伦地位不断下降 甚至 杨明似乎有意把赵继伟推到 球队首席球员的地位 除此之外 总决赛措施FMVP 也极大打击到了郭艾伦 年少成名的他一直是国内最初四的球员之一 但却一直与CBA例行赛 总决赛 全明星三项MVP无援 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 最近几个赛季正是郭艾伦职业生涯的黄金期 他场均得分都超过20分 其中在19赛季更是达到场均23.6分 4.9篮板 5.8助攻 1.9抢断 他那一年最大热门郭艾伦 在MVP评选里出人意料的排名第二 不敌王哲林 21赛季 郭艾伦再度迎来冲击MVP的好机会 郭艾伦场均数据达到22.8分 4篮板 7.9助攻 但最终因联赛官方对评选MVP规则的改动 郭艾伦再次无缘MVP 本赛季例行赛 郭艾伦发挥依然出色 他因为出场场次没能达标 而无缘参与MVP评选 今年总决赛 辽宁对阵缺冰少将的广煞占据绝对优势 而这也是郭艾伦圆梦MVP的最佳机会 但这次总决赛MVP的评选标准 是依照表现值攻势的得分 除了总决赛第二场表现低迷之外 其他三场郭艾伦发挥都很好 但他最终的表现值得分 竟然没有替补小将周俊成多 眼看着最后一场垃圾时间大放一彩的队友赵继伟 夺得总决赛MVP 这不仅让郭艾伦大失所望 在球迷中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从总决赛的排平布阵来看 第二场比赛 辽宁教练组只让郭艾伦打了18分钟 只得了4分 尽管郭艾伦开场时候 在对方的严防死守下状态一般 但如果球队能给他更多时间 让他在后面的时间里找回状态 在球队确保胜利的情况下得到好数据 郭艾伦冲击FMVP的希望将会大大增加 但就是第二场关键战出场时间的锐剑 导致冲击总决赛MVP失败 郭艾伦虽然嘴上不说 但对这样的安排难免有些想法 作为辽宁南篮毫无疑问的历史第一人 球队这样的做法无疑含了郭艾伦的心 因此即便他嘴上说着是为了提升自己 帮助中国南篮获得奥运会资格 但也不免让人猜测是否和辽宁有了隔阂 或许对一支成功的球队来说 冠军是重要的 但并不是唯一 少了人情味的队伍又怎么能够建立自己的球队文化 喜欢本频道 欢迎点赞订阅加关注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